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几个这样的国家 一个27岁的通讯牌排长 仅带着几百士兵就将国王赶跑 自己当上了这个沙漠国家的领袖 并且一当就是42年 这个国家就是利比亚 这个超常的领袖则是利比亚狂人卡扎菲 卡扎菲因其特立独行的风格 在阿拉伯世界获得疯子上校的称号 那他究竟有多疯有多狂呢 1982年卡扎菲访华 这次会面可以称为历史上最差的一次 卡扎菲在来华的路上 不仅给我们来了招声东极西 并且在与邓公进行会谈时 完全是一副自高自傲的样子 不仅穿着拖鞋光着脚丫 而且在坐下后只看了邓公一两眼 随后便一直左顾右看 对邓公所言毫不理会 甚至还偶尔跟身边的女保镖打起骂俏 对于卡扎菲如此傲慢的态度 邓公并不介意 只用四个字便让卡扎菲威风尽失 卡扎菲在成为利比亚领袖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掉美国 设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 将美国的石油公司国有化 1973年卡扎菲更是派出自家的战斗机 朝着美国的C130运输机疯狂的输出火力 1988年策划的洛克比空难 更是卡扎菲疯狂的极致 与这些相比 卡扎菲访华时的一眼一行 虽未造成什么物理伤害 但其妄自尊大的形象还是渗入人心 那一年是卡扎菲第一次出访中国 为了保证出访全城万无一失 我国与利比亚人员事先联系 商议约定了卡扎菲的行程安排 在卡扎菲即将抵达我国那天 我们的接待人员早早的就做好了详细的安排 准备在乌鲁木齐的街场进行接机 等专机在该地进行短暂停留后再飞往北京 然而就在北京的接待人员翘首以看之际 乌鲁木齐方面突然来电话 表示预定时间早就到了 但是卡扎菲的专机并没有抵达 这个突发状况让北京方面有些摸不着头脑 毕竟当天的天气情况很好 而且我们也没有提前接到对方发过来的 有关专机入境改变航线的消息 就在我们的接待人员猜测缘故时 突然接到西南边境的报告 称有三架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在进入我国领空 对于不明国际飞机飞敌我国领空的情况 按照规定我方战斗机是要起飞跟踪监视的 不过还没等我们的战斗机起飞 云南方面的人员就传来报告 表示对方的一架客机中发出信号 称他们是利比亚元首卡扎菲的专机 北京方面在得到消息后 当即答复予以放心 此时距离事先约定的抵达时间 已经晚了两个小时 原本按照国际惯例 一国元首出访别国 在进入别国领空后 都要按照提前与受访国家约定好的路线飞行落机 这除了能避免意外 还是基本的礼仪和尊重 然而卡扎菲却不将约定当回事 瞒着我们来了招声东击西 不走西北门 而是从西南门进来了 对于路线的改变利比亚人员给出的解释是 卡扎菲是为了安全考虑 避免遭到偷袭 对于卡扎菲的这一行为我们虽有不满 但还是秉持着友好的态度 请卡扎菲所在的专机停在指定位置 以便我方人员迎接 谁承想卡扎菲的任性行为仍在继续 他非但没为自己擅自更改飞行路线的行为道歉 反而还拒绝我方人员迎接 原因是嫌弃我们派出的接待人员级别太低 为了能够让之后的安排不受影响 我方在与对方商议过后 决定派出更高级别的人员出面迎接卡扎菲 可即便我们一再妥协 卡扎菲的嚣张行径也没有自豪收敛 等我们的接待人员在机场等待许久后 三架专机才缓缓出现在北京上空 我方人员询问卡扎菲是否在第一架飞机上 专机只回答不知道 这可难坏了我方人员 但是为了让卡扎菲看到我们以礼待人的诚意 接待人员还是前往机前迎接 如果卡扎菲不在第一架专机 那就等第二架第三架 总会有一架搭载着他 幸好等到第一架专机着陆 后舱门打开时 卡扎菲的身影出现在几名利比亚官员的身后 等到三架专机上的人全部走出舱门 我们的接待人员倍感压力 卡扎菲带的随行团 除了紧跟着他的八名贴身女保镖外 还有三百多号形形色色的人 人数之多实属超出预计 因为在此之前卡扎菲并未提供随行名单 这可是让接下来安排住宿和宴会的工作人员 面临极大挑战 卡扎菲在走下飞机后面带笑容平视周围 从我方的接待人员握手 简单寒暄几句后便在八名贴身女保镖的簇拥下 乘坐一号车前往国宾馆 对于他带来的各种棘手问题 没有一句解释 更没有一句道歉 最为伤脑筋的是 随卡扎菲出行的三百多人 有的连护照都拿不出来 从外表上看 这些人从事什么行业的都有 文化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 而人数究竟有多少 他们所有人的具体信息 在短时间内我们都没有办法搞清楚 一方面时间紧促 另一方面对方也交不出名单 无奈之下 我们的工作人员只好到客房里清点床树 然后给这些人安排入住 而这还只是令工作人员头大的其中一件事 等到为卡扎菲举行的国宴开始时 麻烦又来了 因为卡扎菲的随行团没有名单 所以工作人员也没办法给他们每个人写一张情帖 无奈之下 工作人员索性给这三百多号人 每人发了一张名字空白 只有桌号的情帖 可谁争想我们都如此妥协了 这些人还不讲一点秩序 他们完全不看情帖上的桌号 在宴会厅内随心所欲 想坐哪桌就坐哪桌 等到我方人员按照情帖上的桌号准备就座时 发现好多座位都被利比亚人给占了 到最后双方的人都是随便坐的 宴会坐的彻底乱了 等到宴会结束 卡扎菲入住国宾馆 我方人员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这也不怪他们紧张 因为早在卡扎菲去参加联大会议时 其不受拘束有些过分的拘束要求 就为大众所知 当时美国给卡扎菲安排了酒店 但卡扎菲却要求在公园里搭帐篷住 不过后来被美方拒绝了 其次在访问意大利时 卡扎菲也带去了大帐篷 这次卡扎菲得上所愿 将帐篷搭在了罗马最大的别墅公园里 1989年卡扎菲去南斯拉夫出席会议 同样带了帐篷 并且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次跟随卡扎菲出国的 还有两匹马和六头骆驼 每天为他提供鲜奶 卡扎菲此次访华 幸好没在搭帐篷 也没有在住宿方面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按照我方安排入住了国宾馆 我们的接待人员由此长输了一口气 可还没多舒缓一会儿 卡扎菲就按捺不住继续搞事 因为他是外国元首 所以对于他在生活上提出的要求 我方都尽可能的照办和安排 卡扎菲虽然只在国宾馆住了两三天 可却把厨房的大师傅折腾得不轻 通常来说 一日三餐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即便可能会因为各种情况 导致饭点稍微往前或往后推移 但大多数情况还是正常的 然而卡扎菲吃饭完全没有时间理念 他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而这也就导致了我们招待外宾的大厨要时刻待命 坚守在岗位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有一次夜色正浓 时针已经走到了12点 还未入睡的卡扎菲突然提出 他的一个女保镖要过生日 立刻开生日宴会 大厨虽然无奈 但也只能下厨 冲开炉藏 按照卡扎菲的要求 弄了满满一桌子佳肴和一个大蛋糕 可把大厨折腾得不轻 几天之后 大厨就因连日的劳累 血压升高晕倒了 按理说 卡扎菲不管在生活饮食方面怎么折腾 在他正式的场合中都应该稍有收敛 至少应该心平气和平等的与我方进行交谈 但卡扎菲傲慢无礼的性格 似乎已经深入骨碎 在与邓公会面时 其一举一动都毫无礼貌可言 那天邓公在人民大会堂与卡扎菲进行会谈 卡扎菲前往大会堂时 不仅试图穿拖鞋 还让身边的八名女保镖先行到前面 占据最佳位置 根本不讲究尊重与礼貌 等到坐下后 卡扎菲只看了邓公一两眼 便面向别处 脸上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 要知道 当时卡扎菲访问中国的目的 是为了建立两国友好关系 卡扎菲刚到中国时 也一再强调希望双方合作 中方能够支持利比亚的事业 然而 等到会谈开始 邓公谈到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问题时 卡扎菲并没有什么反应 似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我方陪建人员觉得卡扎菲太不讲礼貌 但邓公并不介意 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容 他表示不必计较 不必计较这四个字 不仅体现出了我国的外交风范 也尽显中华民族以理在人的传统美德 面对卡扎菲的各种无力要求 我们都能以平和的态度面对 在这次访华中 卡扎菲还曾狮子大开口 提出了一项不切实际的要求 他希望从我国手中购买一枚原子弹 而且还拍拍胸脯大言不惭的表示 钱不是问题 似乎觉得我们一定会把原子弹卖给他 那他究竟为什么要买原子弹呢 自信又是从何而来 卡扎菲对美国所做的事情 之前也有所提起 而这些事情让利比亚和美国的关系 一度紧张起来 其中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 是卡扎菲彻底撼动 整个世界情绪的一次杰作 这次袭击最终招致利比亚 在国际上愈发孤立 再加上利比亚自身的军事实力较为薄弱 所以在面对美国对利比亚展开的空袭时 卡扎菲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在空袭中丧失了他的养女 正是基于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卡扎菲想要购买原子弹 他认为彼时的中国处于经济起步阶段 正是需要资金的时候 所以他在提出购买原子弹时 便信心满满地认为 我们会选择售买原子弹 但事实证明我们不会卖 等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我们制造原子弹是为了保护自身 不再受核恶炸的威胁 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 卡扎菲作为人尽皆知的利比亚狂人 如果真的将原子弹卖给他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卡扎菲在得到意料之外的回答后 内心十分恼火 最后愤然离析 其实早在他亲自提出购买我国原子弹之前 我们就曾拒绝过一次 那是1970年8月 卡扎菲派贾卢德出访我国 其目的也是为了购买我国的原子弹 当时我国的原子弹 刚刚研制出来没几年 卡扎菲清楚我们不可能将刚刚造出来的成果卖出去 于是他便打出了保岛这张牌 毛主席在得知此事后对周总理说道 中国再缺钱也不能为了和利比亚建交就买原子弹 对于卡扎菲 毛主席更是给出了太过狂妄的评价 之后周总理在接见贾卢德时 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不怕原子弹也不拿原子弹吓人 更不会拿着原子弹做买卖 要知道当时只要是别过来的外宾 毛主席基本上都要出于礼节性的见上一面 但这一次毛主席指示 不要安排贾卢德和他见面 尽管西方对卡扎菲一再进行孤立 制裁甚至暗杀和轰炸 但卡扎菲这个利比亚狂人 仍是活跃了40多年 不过他所拥有的傲慢目中无人的性格 终会让其落得个不好的下场 2011年在联合国武昌的一致决议下 卡扎菲军队遭到毁灭性打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